大家好 又是我鄉有卡 今天繼續玩GTA Online 洛盛都大獨囂這個DLC就12月13日推出 暫時推出了5架新載具 我已經將它們全部買回家了 現在逐架逐架開箱 今天這條影片要改裝和試用的是本質MT 超級跑車來的 坐到兩個人 價值235萬5千 先用第一人清看看它 這裡寫著MT 本身也有一個叫本質XF和本質XXR 都是同系列的 再看看內籠 好 大家看到一個天槍 現在拿它去改裝 原來是有得R號特製改裝升級的 要85萬 加速和超級速度都升爆了 那升吧 升爆它 好 R號特製改裝升級 戶具改爆它 這個月GTA Plus 戶具是有半價的 我們GTA Plus的會員 殺車都改爆它 R號特製改裝殺車 前保險光 複色釣 你會看到前面那塊東西 多條邊 那就是複色釣的 這個就是R號特製改裝 斷造炭纖定封極 然後又是前面加複色釣的邊 街車定封翼 這個又是加複色釣的邊 不過這個不太明顯 在旁邊 最旁邊的位置有複色釣的邊 然後又是R號特製改裝斷造 然後又是加複色釣的邊 然後又是加複色釣的邊 超級定封翼 大快一點 然後又是加複色釣的邊 然後又是R號特製斷造的 然後又是加複色釣的 現在是加複色釣的邊 GT定封翼 這個比較型 中間的位置 又是旁邊變了複色釣 它也是旁邊的 兩個突起的位置變了複色釣 其他都是沒有的 都是炭纖特製的 然後又是加複色釣的邊 再來又是加複色釣的邊 那我選這個 複色釣GT定封翼 後補欠缸 這個複色釣擴散器 又是邊變了複色釣 那我把複色釣改為白色 這樣看得清楚一點 但是看到複色釣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之後變了斷造質感 然後又是複色釣的邊 那我選這個複色釣擴散器 那現在前面看得清楚一點 前補欠缸 就是旁邊這個位置變了複色釣的 前翼 炭纖前翼 前補欠缸上少少少的位置 之後又是加複色釣的邊 然後阿奧特改變做炭纖前翼 然後又是複色釣的邊 那我選這個 複色釣炭纖前翼 那我選這個複色釣的 引擎 這個複色釣特改裝引擎調校 這個複色釣特改裝引擎調校 排管 原廠是這樣的 在車牌上的 然後變成炭纖 然後變成炭纖 然後太金 然後落合金無限排管 炭纖的 四口排管 一個大 裡面有四個小 炭纖 再來就是太金 寬闊型排管 一個梯型 然後炭纖 炭纖 然後太金 這個就是噴射色牌管 就是桌圓形的 然後炭纖 再來就是太金 那我選這個噴射色牌管 我比較喜歡這個 引擎蓋 原廠是這樣的 然後變成炭纖 然後阿浩特改裝炭纖 光滑引擎蓋 剛剛凹凹的位置就凹上來 變成一塊平面很光滑 然後炭纖 炭纖 然後断纖 西條紋引擎蓋 中間多了一條白色條紋 炭纖 然後阿浩特改 那個断纖 單口通風式引擎蓋 多個通氣口 比如炭纖 然後断造 賽車級內陷式引擎蓋 再加上一條一條 然後再加上一條 另外一條一條 然後再加上一條 以及再加上一條 然後再加上一條 這裡是断造 賽車級內陷式引擎蓋 就凹凸進去 然後整塊碳纖 然後整塊斷造 尾流競速引擎蓋 就前面凹凸進去 似乎是有兩個通氣口 然後整塊碳纖 之後就是斷造 我選這個 尾流競速引擎蓋 喜歡這個更多 喇叭 車燈 加一個底燈給他 今次給他一個 紫色的底燈給他 圖裝有什麼圖裝 黑色雙條紋 白色雙條紋 瑞典條紋 藍色和黃色 雙吊色 車門下面凹凸進去 變成黑色 凹凸進去的位置變成黑色 黃色細不潰 看到有Legendary在這裡 賣廣告 這裡也有條黃色邊 只是左邊有 右邊沒有 然後這裡也有條黃色邊 紅色細不潰 剛剛變成紅色的邊位 白色也有條青色 可以寫35 啤士雅扒條紋 藍色雙角 然後特製改裝勁促 還有特製改裝精英 這輛車好像不加圖裝好一點 有些圖裝很一般,所以不加圖裝給他 車鏡 原本是褲色調的 然後改為主色調 然後是炭籤 還有阿浩特改裝 我先選炭籤 車牌又改回自己的名字 噴漆,這次給他什麼顏色好呢? 我要這個綠色藍色變色龍七 不知道為什麼本質系列呢? 另外那輛本質XF和本質XXR都是綠色的 不知道我覺得這個系列的車是配綠色的 那褲色調 褲色調就給他一個 露面的冰晶白 裝環顏色 它就不是很明顯,車椅這些位置 那給他一個台閃鐘 那給他一個工具呢 幫他揮記家在哪裡?幫他揮記家在這裡 是不是加起來呢? 不爭再 車頂 可以變成開篷車 可以拆了車頂去 然後就炭籤車頂 然後又是阿浩特改斷造 我想拆了車頂去 好,我拆了車頂去 變開篷車 移除車頂 車側面板 這個就是阿浩特改斷造碳纖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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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加了這個 不太喜歡斷造的質感 側面板 多一條褲色調的邊 褲色調側面板 然後又是斷造的 然後加一條褲色調吧 街車型側面板 街車型側面板 這個褲色調 只是後面那個位置變成褲色調 然後又是阿浩特改斷造 然後又是後面這個位置變成褲色調 GT側面板 前面也有少許凸出來的 又是變成褲色調 然後阿浩特改斷造 然後又是阿浩特改斷造 再加褲色調 我選這個 褲色調GT側裙 妖竅板 這個移除尾翼 就拆了兩個奢侈 那兩個奢侈 那些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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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本身奢侈 那個奢侈 那些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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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是阿浩特改斷造 之後再加褲色調 那些奢侈 特大型美翼 就長一點 那兩個奢侈 那些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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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褲色調 在那裡 這個也是阿浩特改斷造 那些奢侈 然後加褲色調 在那裡 沙魚美翼 這個真的叫沙魚美翼 那些奢侈 那些奢侈 我覺得本身那些奢侈 那些奢侈 那些奢侈 這個反而沒那麼像 然後又是加褲色調去的 都有很多奢侈 那些奢侈 這些奢侈 然後就是阿浩特改斷造 再加褲色調在哪裏 GT美翼 再長一點 加褲色調在哪裏 又是斷造 加褲色調在哪裏 特大型GT美翼 高身一點 又是褲色調 這個鴨尾型美翼 終於不是那兩塊東西 在後面膠突起一點點 炭纖 然後是斷造 超級美翼 又多了兩塊東西 然後再多了一塊板 然後是褲色調 就是褲色調 但其實只是側旁那兩個位置變了褲色調 其實整塊都變了炭纖 又是斷造 斷造再加褲色調 然後是褲色調 本質美翼 嘩 這樣向上跳起 這個 然後褲色調 然後是褲色調 然後是褲色調 我選這個 本質美翼 這個很帥 很帥 原料系統 R特製改裝原料系統 變速箱 R特製改裝變速箱 R特製改裝第三階段 R特製改裝 R特製改裝第三階段 那家族爆了 我也是用原廠車輪 加上防彈輪 然後給他 橙色的燒輪 然後是車窗 車窗我不想遮蓋後面的引擎 但不是 用長型禮車都看得很清楚 照用長型禮車 要改裝差不多了 可以去試一下車 都開了他的載具門 看看吧 可以去試一下 這輛車是挺帥的 好 現在先試一下車 先試一下 不過說真的 這輛車呢 比R特製改裝改過來呢 其實起步很快 上到最高速度 因為那個加速度都已經改爆了 那個速度都很快 但是他要改裝完之後 好像那個爪地力 和我剛才比的好像差了一點點 差了一點點 可能太快 這輛車的轉向是非常好的 一轉一點點 一轉一點點 他轉得很多 這輛車的反應都很快 這輛車都很快 很快就上到最高速度 我剛才改裝之前 也有輕輕開過一下 還沒有R特製改裝升級之前 那時候就覺得車身很重 但現在R特製改裝升級之後 我覺得車身輕了 感覺上輕了 我個人感覺 其實R特製改裝升級之後 性能不能輸 說真的 不錯控制一下這輛車 性能不錯 那我稍後再買一輛 再買一輛 這輛本質MT 那就不下號升級 那就對比一下 那我現在這輛本質MT 就是沒有R特製改裝 都升爆了 那改裝上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除了剛才R特製 那些斷造Texture的零件 還有那些 那些升級 R特製講升級的 那些引擎 加速器那些 那些ROR倫那些 其實那些都沒有分別的 那要改的東西是一樣的 還有我剛剛才發現 原來前輪旁邊那條邊 是燈來的 那現在 日後看不清楚了 那現在試一下車 我先試一下 我駕駛上手 感覺上是真的 那個車身重了 沒有R特製改裝的時候 我覺得車身是比較重的 還有在速度上 一駕駛上去 分別已經感覺到出來 那本身這輛 這輛車本身 還沒有R特製講升級 D型的爪地力很強的 那其實 就算R特製講升級了之後 其實也沒有變的 那個爪地力 只是可能因為太快 所以 才會有些飛高 爪不設地的影響 那還有 本身 他就算沒有R特製改裝 那個加速度也很快 那又是啦 那個轉向也是 是一扭軚那一下 就馬上轉很多給你 本身這輛車 感覺到車身重一點 那個煞車都OK 加速度也不錯 但是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R特製改裝升級完之後 那個加速和加速度 真的感覺到很大的分別 其實就算沒有R特製改裝升級 這輛車本身的性能都不錯 不過如果有R特製升級 就更加好 那意思 不過這個只是PS5 和Xbox X的福利 其他平台的玩家 可能要暴躁一下 不過這樣說真的 這輛車本身的性能都不錯 都值得去買的 今天有關GTA Online 落聖刀大毒梟 這個DLC的新載具 本質MT的改裝和使用 就來到這裡 那這輛本質MT的性能 是不錯的 而且還有R特製改裝 就算沒有R特製改裝 本身的性能都不差 我都挺喜歡這輛車 之後我都會拍另外那四個新載具 還有我會繼續拍有關 今次落聖刀大毒梟 這個DLC的影片 喜歡的就給個Like 和Subscribe 我的Channel 另外大家記得Follow我的IG 我是香厚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